南加州侨学界在这星期天就要举行领阳岗追思会 东森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领阳岗的老友 前台湾省议员舒顺国 请他来讲述领阳岗先生的生平贡献 舒议员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你跟领阳岗先生共事过很多年 阿岗伯过世你一定很感伤 不过美国地区很多侨胞或是年轻人可能对他有点陌生 您能简短地帮我们讲述一下阿岗伯的生平吗 我跟阿岗伯的关系是可以说很生严 从1967年到现在他过世为止 阿岗伯他的生平我相信知道的人也有很多 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他从一位县政府的公务员 我们到蓝头县长 到蓝头巨国团县长部的县委员会的出户 那么一直到后来 龙升为建设厅的厅长 那厅长以后呢 就升到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以后 就在1968年就确认台湾省主席 三年多的时间 那他不仅是当过台湾省主席 他当过内政部长 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司法院院长 后来一直到东东施政 等药 他就一个集一身 集一身药职的人 他的平常生活 可以说是相当简朴 而且带人的合体真诚 这个阿杆伯的笑容 可举的地方 他每到一个地方 做到民众的这个欢迎 然后一省民 他一个 一个 一个亚号 叫做阿杆伯 所以从此 阿杆伯就以阿杆伯 而不离 大家说 我叫他阿杆伯 没有人叫他主持 也没有人叫他 林阳港先生 林部长 林阳港 林阳港 没有 所以阿杆伯 他也称呼他 可见他的 平力尽人 做到台湾省 也可以说是 做到台湾人民的 这个爱在跟拥护的程度 那我跟他 在省议会三年半 他对我们 很严重的关心 对台湾省政府 我们员工的这个关怀 可以说都让我们感同 愤受 他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他不再关心 在中间新村 在乌风省议会 这些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 就是 绕完什么一眼 那么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 林阳港先生 阿杆伯 循环中的伟大 他呢 柬埔生活 他的特征 他进走的时候 拉到你的手 然后呢 告诉你说 我们要表面张力 为什么要表面张力呢 就代表他的争辞 他的实在 就像那个酒杯 要满出来 都没有满 议员 那个阿杆伯的一生的经历 非常的丰富 你个人觉得 他对中华民国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的 合红工委员 也可以说 不是美举 他对这个 大台北市缺水的问题 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就是 金建国缺水庫 然后呢 他为了平衡 这个南北城乡的差距 他就进省议会的 咨询要求 原来现家市的嘉义市 跟新竹市 升格为省辖市 也可以这么说 以后的全省的发展 就会比较拉近一点 因为您是阿杆伯的好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你对他最怀念的地方吗 我对他最怀念的地方 就是 见面的时候 他的微笑 跟两手拉着你的手 那种亲热的程度 让你感觉很欧心 他说 虽然我们省议员也很大 但是总是没有 这个省主席那样的重要 要跟那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也都感到非常的 可以说是温暖 那对民间呢 对民众呢 到各省主席 那更不在话下了 那种农民啊 工人啊 几乎全省进的 为什么会心疲一变 这个阿杆伯的玄丰呢 就是他的败子的态度 让你真的没有话讲 到今天 我仍然想到他 还有他乐于注尊 他愿意提拔年轻人 也愿意提拔中老人人 谢谢 谢谢苏议员 这个好处 他的这个表现 可以用可圈可点 很难找到 我敢说 很难找到 像他这样子 一位 有一位 一位长者 可以说 这一位 一位 一位大观啊 谢谢苏议员 跟我们分享阿杆伯的生平 谢谢苏议员